建于青道光末年的二帝书院 位于元朗景田水头村 走在宁静的巷弄中 不难发现这座古色古香的建筑 采用两镜式的建筑 以青砖及夯土建成 建于两个厅堂之间的正门 却是凸显设计上的不同 也有一番特色 书院的二帝书院 正门外的前院由白石铺起 成为后来文明的白石像 而内堂则以古老的木椅桌作摆设 经历了一世纪的沧桑 斑驳的座椅 历史在此留下痕迹 舵步其中仿佛身心得到沉静 院内供奉着文昌和官地 适合学子们来拜访哦 适合学子们来说 试图